各位大家好 這是shadowcast 給你看一下 有個太陽 我今天要 比較好奇的是說 這個shadowcast的延遲的部分 主要是這樣子啊 因為shadowcast他在 那個廣告文宣提到是說 可以讓你的筆記電腦當做是你的電視 螢幕來打電動玩具打任天堂的switch 好 那所以我就對他的延遲的部分 非常的感興趣 是這樣子的 這個我們一般這個打電動玩具 會跟擷取卡連接起來 通常有兩個目的嗎 一個目的是當電視螢幕 第二個是做直播的應用 那如果說你只是拿來做直播 那你旁邊還有台電視來看的話 那這個擷取卡的延遲根本就不重要 就算是延遲個2秒3秒都無所謂 因為你今天還是對著電視螢幕在打電動 直播呢有電腦的obs去做直播 這個延遲的部分就無所謂 因為反正直播都是延遲的嗎 好 但是比較在意的是說 如果要讓你的這個筆記電腦 這個筆記電腦當成電視螢幕 哇那這個延遲就非常的在意哦 因為我們 我們在在做打電動的時候 那個 差這個延遲啊 如果差在這個60ms以上的話 你的手感就會怪怪的 那當然了這個會因人而異啊 所以通常 在你要拿電腦當做筆電的 拿電腦當做螢幕這些事情來看的話 通常廠商都會宣稱說 哦我們的擷取卡的延遲非常低非常低 如果沒有低的話 這怎么能夠在電腦上面做 使用呢好 那我就非常好奇的進去這個 shadow case的這個網頁去看一下 他的延遲的測試的部分 這是他的那個官網的部分 你看哦 他在那個這是shadow case的他的 臺灣的募資平臺 他其中有一點他針對 延遲的地方他有特別的說明 就是說 他有經過測試 他的測試方法是用來 一臺電視螢幕 然後後面這一個是一臺筆記電腦 他的差異是多少 哇幾乎是零哎 所謂的就是最厲害可以到 所謂的 零到零點零二秒的這個延遲 那你再看他這邊做個比較表 那我們注意看這兩個比較表 這個比較表有個好玩的一點 同樣是Asus 2017這一臺電腦 Asus 2017這臺電腦 在不同的顯示器 一個在小米的顯示器 一個是在jvc的顯示器 你看哦這兩個延遲算出來的差異 竟然到了80ms 到了80ms這麼高哎 哎同樣的東西哦 然後在不同的 顯示器一直在小米的顯示器 一個是在jvc的顯示器 這個延遲會差到80ms 這個你看你們注意有沒有看到80ms jvc一個那個小米會差到80 那大家有沒有好奇是說 為什麼會這樣差異呢 就是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不同的顯示器會有這樣的差異呢 所以我大膽做一個 這個延遲的這個測試的方式 好我怎麼測試呢 你等下在這視頻之中 你會看到 這個測試的方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會拿一個 這個你看到這個有個Asus的電腦 最左邊他是真真實實的呈現出來一個 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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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表 然后呢我透過一個分配器 你看我那個中間有個分配器 然后將他的HDMI 將那個Asus的那個 電腦的HDMI輸出成兩個 一路是接電視 然后另外一路是接 這個shadowcast 然後你由另外來筆電去做擷取 結果你會發現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啊 其實啊 電視他其實是有延遲的 那你看到你看電視是有延遲的 然后呢這個 廠商他們或者是其他人測試是直接拿電視 跟擷取卡 筆電這邊的延遲去算 那這個這個這個數字 就你會發現說其實真正的延遲應該是 這個 滑這臺電腦滑啊數值這臺電腦跟 擷取卡連接那臺電腦的差異 這個的數值剛好 好巧不巧就等於 這個所謂的電視的延遲 加上這個擷取卡延遲 就是所謂的30加70 因為電視是30嗎 然後電 然後那個擷取卡跟這個電視的差異是70 所以說呢我們先 大概有這個概念嗎 就說這個 真正的延遲是個常數 那這個常數等於 那個 擷取卡跟電視的延遲的差異 加上電視本身延遲 那如果電視延遲非常高 那當然這個差異就變低了嗎 啊這如果電視延遲非常低 那當然這差異就高 因為兩個加起來是一樣的數 是個常數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用這個方式 就可以解釋說 爲什麽這個東西 這差異你看哦 爲什麽由這個ASUS這邊 ASUS加小米這邊可以測那麽低 然後呢 ASUS 2017加JBC會測那麽高 因爲啊JBC的延遲非常的非常的低嘛 所以導致以你算出來的假象就是特別的高 那 小米的延遲比較電視的本身延遲非常高嘛 所以你就算出來的擷取就會就會比較低 因爲這數字加起來是個常數嗎 就這樣子吧 我們再給你複習一下就這個常數嗎 大概再套到這個圖就知道了嗎 好 那大家一定會反駁說 哎不對哦你這樣接有個問題哦 什麽問題 你看哦這個 這才筆電出來 他接一個分配器一進二出的分配器 那你一進二出有沒有分配器 有沒有延遲 那你這一進二出的分配器全部都要算在我結局卡上面嗎 是哎他講的也是蠻有道理的 好 然后呢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實驗 我們就來實驗說到底那個分配器到底是 多多少的延遲 好我們是這樣的實驗 我第一個情況我是說我先不要接 分配器我就直接 筆記電腦的 hdi 輸出直接連接電視 我這樣測出來大概是30-40ms左右 好 然后呢我再接一個分配器 我再連接起來 其實數字也差不多呢 差不多是30-40 所以說啊 我們該這個有人討有人會 會在意的說你這樣串接多一個 分配器的延遲 其實那個延 那個分配器延遲已經非常低 大概就是1010ms左右了 好吧 如果真的到最後 我們就把10把它扣掉就對了好 我們就把它扣掉 所以我們再套上這一張圖來看 擷取卡真正的延遲就是30加70 再扣掉10就等於 大概就是90啊 那我們再回頭看看我們剛才 看的這種圖 就是說其實啊這個他這個圖也沒有算錯了 就是說他必須要再把那個所謂的電視的延遲 給加上去 好 所以說呢真正的延遲 我的算法應該是超過 60ms一定是超過60ms 如果再把那個 電視本身延遲給算進去的話就會超過 好 我們接下來的影片就是把這個 實際操作的 過程 秀給大家看一下 接下來我要測試的是 這個shadowcaster這一支 的影像延遲 我測試的方法跟大家 他在網路上呈現的比較不一樣 我現在是將 這臺筆電打出一個碼表 打出一個碼表 然後呢 他的HDMI出來 連接一個分配器 一進二出的分配器 第一個出連接電視 第二個出連接 這個shadowcase的擷取卡 由這臺電腦來呈現 好 那我們來比較說 這 真實的數字跟 經由shadowcaster擷取出來的數字的這樣的差異 好 那我來實際連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筆電HDI出來連接這一個 另外呢 第一出連接電視 接起來電視應該有畫面了 好 第一個有畫面 然後第二個出 我連接shadowcast的HDI接起來 然後連接shadowcast的 哇不能連接 沒關係 我已經準備好一個這個母轉母的 接起來 接起來 然後呢 usbc接起來 好 在實際操作之前 我先給你看一下我電腦的規格 我的電腦是這樣子的 是這個 intel i7處理器 然後呢 嗯 windows10家用版 然後這個 一些規格在這邊 是電競級筆電 好 接下來呢 我把 我們透過這個shadowcast 這個是shadowcast的軟體 打開來 然後呢 我這邊去選擇是 他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 Faber performance 一個是resolution 我選擇的是 效能最好 ok 好 這時候我們來比較他的差異 這個shadowcast的他有兩個模式嗎 一個是解析度模式 最高模式 一個是最佳化模式 我採用的是用最佳化模式去做測試 那用最佳化模式測試 測出來的結果 大概有100ms左右 大概90到100ms的 那至於說100到90到100ms的延遲 適不適合打電動呢 就看你自己的主觀感受了 因為有些人對延遲的敏感度沒有那麼高 那有人對敏感度就比較高 那我只把客觀的數字把分析出來 也就是說 我要表達是說其實 還要再加上個電視本身的延遲就對了好 那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還是有遇到實際的問題點 其實啊那個馬表的污差 大概有30ms 也就是說你的延遲 設備延遲低於30的話 就基本上就很難算出來了 所以你可能就必須要買那種 真正高速的 真正的那個 測量誤差非常非常低的這個馬表 好啊這個我不知道怎么找 那還要再找高速的攝影機去測試 這個反正這個 還蠻多問題的 但是大方向就是一定是這樣算就對了 好以上都是簡單的分析